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游的诸多限制 对GDP的贡献从2018年的7.2%下降到2020年的2.9% 该行业支持的工作岗位数量从160万个下降到64万个 也就是减少了60%的工作岗位 情况非常惨烈 国际市场方面 受恒大崩溃蔓延的担忧推动 市场本月回落 公司盈利 扩大疫苗基础 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持续支持 使风险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 尽管各地区的Delta变种病毒树立攀升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所有与加密货币相关的交易都是非法的 理由是担心赌博欺诈和洗钱 尽管美联储在最近一次会议上维持不变的货币立场 但它已开始在缩减刺激措施方面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基调 国际股市方面 9月份全球股市下跌4.11% 而新兴市场下跌3.94% 美国股市在8个月连续上涨后回档修正 标普下跌4.65% 纳斯达克下跌5.69% 中国指数小涨0.7% 原物料方面 油价涨7.58% 过去一年涨了近一倍 金价跌3.97% 白金下跌3.8% 铜价下跌4.46% 南非股市方面 9月大盘跌3.14% 房地产指数跌0.78% 债券跌2.12% 大型股TOP40跌3.56% 中型股涨0.52% 小型股则大涨5.58% 是过去两个月的赢家 矿产股下跌9.3% 金融上涨2.08% 工业下跌0.77% 9月南非大型股前十大涨跌幅个股为 涨幅前十名个股为 Aspen制药 SASO石化 Rand Merchant Investment 控股 Ballow World AVI食品 RamGrow 投资控股 Glencore 矿产 Old Mutual 受险 Transaction Capital Discovery 受险 Impala 白金 Sepanian Steel Water 贵金属 True Worth 服饰 Anglo American 矿产 Harmony 黄金 Seppi 职业 Fushini 服饰 主动管理基金组合 英文叫做 Managed Portfolios 根据其科学分析 评估全球市场 资产及基金 为我们客户掌握投资现机降低风险 由于南非外汇管制 有的投资平台已达到海外投资份额上限 因此限制新的投资海外份额不得超过40% 成熙因此为我们的客户设计符合此规定的基金组合 叫做 Kept All Seasons 四季基金 属于积极型基金组合 拉高南非股市投资部位 降低海外股市投资部位 以符合40%的规定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请给我按赞并分享 在下方留言 让我和您互动 下期见 拜拜